好 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这是联合国盟军指挥部 今天说呢 有名美国游客 他在游览南北韩边界的时候呢 他居然越过了军事分界线 跑到了北韩 他们相信人现在已经被北韩给拘押了 这名美国公民呢 越界进入北韩的原因 目前还在厘清当中 那么有两名美国官员 晚间已不具名的形式 向路透社透露 说越界进入北韩的这名美国公民 他是一名美国军人 联合国盟军指挥部认为 这个美国人目前已经遭到了 北韩方面的拘押 正在跟北韩人民军 接下好解决这件事